大家好 我是Eva 干净带你来关心抗日台风的最新动态消息 很快的在明天星期五台风就会逐渐的减入并且远离台湾 那么比较强劲的风势和雨势则是要等到明天中午过后才会比较趋缓 中午来说的话转变成东北季风南下的天气形态了 在我们的北部东部地区呢 依旧是有短暂降雨 不过中南部地区则就回复成相对比较稳定 有阳光露脸的好天气 先来看到康瑞台风呢 在今天下午1点40分的时候 就从台东的成功一带地方呢登陆台湾了 我们可以看到哦 这个康瑞台风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结构非常完整 以及扎实的一个台风 整个呢这个暴风圈哦都是非常的扎实 那么也可以看到哦 他在登陆台湾之前呢 其实气急暴风半径还有扩大到330公里左右的 那么他在登陆台湾之前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他的这个中心眼呢 其实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不过他登陆台湾之后 中心眼就变得有一些模糊了 预计呢 他最快最快哦 在今天呢 这个晚间左右的时间点 就有机会从台湾的中部地区出海哦 并且持续朝了西北的方向移动 进入到台湾海峡 接着呢 又在哦 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牵引之下呢 朝着东北方的方向来移动远离台湾 所以到时候呢 在明天中午左右的时间点也才渴望哦 台湾的这个海上警报 陆上警报 渴望是相继解除的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 虽然说呢 这个整个这个 康瑞台风 在登陆台湾之后 强度呢 会大幅的减弱 明显的减弱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暴风圈也会呢 变得比较小 但是呢 在今天到明天中午之前 依旧都是 康瑞台风影响台湾 最明显的时间点 要请大家要持续呢 这个保持警戒心哦 那么今天呢 也侦测到蓝宇 还有我们的河欢山侧站 都是侦测到了 破纪录的阵风 这个数值哦 那么在我们的台北一样呢 也都有侦测到了 十几左右的阵风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这个影响力哦 所以呢 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 当心和留意 我们明天来说的话 顺随着台风的移动哦 也可以发现到 整个呢 这个我们的风向 也即将要转变了 转变成西南风的大气环境 那么就可以看到 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有明显的趋缓下来 不过呢 降雨热区将会转变成 到我们的中部 以及中南部地区一带了 可以发现哦 这个山区呢 依旧都有这个 紫紫白白的累积降雨量 所以要提醒大家哦 这个千万要注意 依旧呢 在我们的山区 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 累积降雨量可能 一直要等到周末来说 星期六 星期日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到 我们整个降雨讯号呢 是变得比较少了 转变成东北风和大气环境之后呢 天气形态就变得比较单纯了 迎风面地区 宜兰还有整个东半部 仍然会有短暂降雨 不过呢 这个中南部地区 则就回复成哦 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了 那么接着来看到气温的部分哦 北部地区的气温呢 白天高温26到27度 低温则是22到23度 中部地区27到29度的白天高温 低温23到24度 南部地区呢 则是哦 在未来几天 这个台风远离之后 相对的 比较不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所以高温还是可以上看31度左右的 低温为是在25度左右 那么东半部地区呢 则是以28到30度的白天高温为主 24到23的低温为主 日夜温差还蛮大的 那么提醒大家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中午之前呢 都还是抗威台风影响台湾 最明显的时间点暴风圈呢 一直到明天上午左右的时候 都还是有机会是笼罩在台湾的西部地区 这个一带的地方啊 所以呢 请大家哦 这个在台风完全远离之前啊 台湾脱离暴风圈之前呢 都尽量的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以上就是今天要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